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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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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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些人也不像看起来很有负的样子 对不对 吃早饭都不太有时间 晚饭也没有精力 现在是尤其在经济这么倒霉的情况下 心情又不好 对吧 大家都责任 都是能够担当 所以再提首付只是天类 所以我觉得您刚才讲得非常对 我觉得我们这个群体自己要注意 也希望外部环境多扫评这些东西 建设了这么多年来 我自己身上我身上的弹药弹壳打出来可能有几顿比我的人体重多多了 但我还是坚信媒体有自己的良性 但问题是谁来监督媒体 正面报道也好 负面报道也好 其实客观报道更为重要 所以这个媒体也今天这个问题提得很好 企业毫无疑问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权力各方面也确实受个非常大的伤害 感谢刚才几位那个那个新华社的主任 对我们的宽容和理解 但是我觉得媒体可能也自己需要有个反思和思考 尤其自媒体起来全揉成一团了 那每天个编的谣言可多了去了 我现在一阶子再多不从事多不养 爱咋咋的 但是家人是受不了 同事受不了 年轻人受不了 付出努力的人受不了 但是呢 这一天我觉得中国社会 大家做句话 如何媒体不仅是报道起 亲爱的观众朋友 很高兴您能看到这个视频 我是在家创业的游商 我叫光明 如今互联网已经是趋势了 你在玩手机跟电脑同时是否相过 通过一部手机就能在家创业了 转发分享就秒结到账 很多80后90后 还有50多岁的我们大姐 通过我们平台短短两三个月 就实现了约收入过晚 有钱有闲的生活 如果你也感望成功 请记下我的联系方式 我的callcall1091141835 我的微信1091141835 我的callcall1091141835 我的微信1091141835 我闻一封之后再念 宏观决策是要有 要有巨大的这个资讯作用 至少能够参与到 那么以前我们在座里面是政府加 我昨天跟马行长讲 以前的这种经济的结构 是像政府加经济学家的结构 今后应该是政府 企业家 加上科技工作人员 再加上可能是经济学家 这样的结构 可能对未来的经济结构的判断 更加科学一点 因为春江水子 水暖鸭先知 企业在一线 其实能够感受到经济发展变化 等到上面的时候 经济学家们发生变化 发现的时候 问题已经很大 所以我自己觉得呢 我们要担当更多的责任 不仅要代表这个群体代言 还要这个更加客观 真实的反映 中国经济发展的真实状况 因为毕竟这个群体 代表了整个中国很大的一块 另外一个关于对外的沟通的问题 这个深入交流 我觉得特别有道理 有些东西我们不交流 别人替我们交流掉 这个你没说 别人都把你说掉了 你还没办法出去讲 昨天有一大条文章 我吓了一大条 说我对那个事件的发言 其实我看了论论了 我还没讲过任何话呀 而且是专门专访了我 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挺吃惊的 尽管写的这个 我看也不想看下去 这么长一大片 所以对我进行专访 关于那个这个百度啊 什么厦门的事情的看法 那么其实我一个字都还没讲过 所以我觉得很好奇 因为我们不加强沟通 别人会替你沟通掉了 那么我们前几天 其实成立这个 那个济南会有话 我们就决定 民事处加大PR部门 就是沟通部门 这个资源和人才 我们必须让这个群体 很多真实的东西 不一定对 但是真实力求真实 只有真实了 很多事情就都能解决问题 我这话大一说 你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包括公共外交 我们也正在尝试中 这可能是这个群体 第一次代表 成规模成体系的 才开始参与到 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 但这都是一种尝试过程 需要在后面 慢慢慢慢的发展起来 我们有市场型媒体 来自更社长